大家好,我是涛哥,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 女主在七八岁时就被父母以工作忙为由送给亲戚抚养, 这么多年没人疼也没人爱,后来女主还未婚先孕成了单亲妈妈, 这让从事宗教工作的父母更加难以接受,双方基本上是断了来往。 看着母亲这么冷漠,大雪天都不让自己留宿一晚, 女主很生气,大声地斥责母亲对自己不公, 而母亲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,欲言又止, 这时小美暖心地叫了一声外婆, 这一声让女主的母亲感动了,她将女儿和外孙留了下来, 但叮嘱她们一定不要去打扰女主的父亲。 当然女主肯定不会听, 在半夜三更,女主偷了母亲的钥匙打开了父亲的房间, 父亲果然病得很重, 但这时女主好像被控制了心智, 一步步地走向了屋外的水井, 这时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将女主给推了下去。 画面一转,女主从昏迷中醒来, 发现自己躺在了屋外的雪地里, 是母亲叫醒了她,说女主只是梦游了。 接着母亲说一早请来了白发神父为女主的父亲祷告, 让女主也一起参与, 而这个白发神父女主也认识, 在女主小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奖金, 而女主佩戴的十字架还是白发神父送的。 但奇怪的是, 白发神父并不忙着给父亲祷告, 而是不停地询问女主的情况, 包括昨晚看到些什么, 梦到些什么, 还记不记得过去的事之类的, 搞得女主是一头的雾水, 而女主确实也什么都不记得了, 关于这个家的记忆更是非常的模糊。 接着神父开始祷告, 可刚念了几句经文, 女主忽然感觉头痛欲裂, 接着身体浮起, 脚上的皮肤爆裂, 鲜血直流。 而更恐怖的是, 女主竟然将女儿高高地举起, 不停地摔打。 白发神父赶紧念动咒语, 女主就昏了过去。 等女主醒来, 发现自己双手被绑在了床上, 动弹不得, 而女儿小美满脸是伤, 惊恐地看着女主不敢靠近。 女主很懊恼,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。 这时, 女主的母亲告诉女主, 她的身体和心灵出现了严重的状况, 必须去白发神父所在的幸福修道院进修, 才可以解除, 否则还会干出更可怕的事来。 为了女儿的安全, 女主也只好答应了母亲, 前往幸福修道院进修。 呃, 也许这里大部分是修女吧, 就像尼姑庵一样, 所以被称为了幸福庵。 幸福庵位于一座小岛上, 女主一踏上这里, 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接着管事的修女安顿好了女主, 并叮嘱女主一定不能到钟楼上去, 因为那里闹鬼, 女主感到有些不安。 当天的晚上, 女主就又做了噩梦, 梦中儿时的自己被捆绑在床上, 被陌生人用鞭子不停地抽打。 醒来后, 女主痛哭不已, 那种感觉太真实了, 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, 这个梦是否真实发生过, 女主是一点都不记得了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, 进修正式开始, 由于听说了女主差点杀掉女儿的恶行, 所以这里的修女对女主并不太友好, 只有一个金发修女还把女主当朋友。 再加上这里的生活很枯燥, 每天就是干活吃饭和祷告, 所以女主一直想赶紧离开这里。 这天女主悄悄地潜入了神父的办公室, 想给女儿打个电话, 但母亲却拒绝让小美接电话, 语气表现得很惊恐, 好像女主是什么怪兽似的, 不就是进个修吗? 为什么家人和修女们会把自己当囚犯一样关押? 女主决定要赶紧逃离此地, 但偏偏赶上了恶劣的天气, 女主逃跑不成, 还差点就被冻死, 还好金发修女赶到救了女主。 为了探寻真相, 两人偷偷地来到了修道院闹鬼的钟楼, 在这里找到了一口大箱子, 发现了一本日记, 同而揭开了真相。 原来当年女主的父母都是幸福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, 由于经常接触, 两人产生了感情, 尽管这是修道院严厉禁止的, 但两人还是躲在钟楼偷吃了禁果, 但没想到的是, 由于两个神职人员干出苟且之事, 所以导致封印钟楼恶灵的符咒失效, 恶灵先后附身在女主的父母的身上, 两人受尽了千辛万苦, 历经了千难万险, 还让白发神父将身上的恶灵给驱散, 犯下大错的两人羞愧地离开了修道院, 没多久, 两人的孩子就出生了,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, 他们也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, 然而女主在七岁的那年, 忽然被恶灵附体, 原来恶灵并没有走, 而是潜伏在了女主的身体里, 等女主长大后才开始发作, 由于女主是两人的结晶, 及父母身上的恶于一身, 所以恶灵的威力也更加的强悍, 常规的驱魔方法已经是不管用了, 白发神父只好查阅古典, 找到了一种方法, 他将施了法的十字架扔进水井中, 然后将女主也扔进去浸泡一段时间, 这样女主身上的恶灵就会被压制, 这也是女主恶梦的来源, 但这个方法有个弊端, 在二十年后恶灵还会再次发作, 而且这二十年女主必须远离此地, 否则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, 女主的父母也是没有办法, 也只能照做, 这台将女主送走他乡, 交给亲戚抚养, 眼看着二十年到了, 女主的母亲必须得将女主给叫回来, 进行第二次驱魔, 看到这些, 女主是哭了, 他明白了父母的一片苦心, 也原谅了他们, 画面一转, 白发神父和小帅神父联合为女主进行驱魔, 而驱魔的过程和过去差不多, 我们就不再描述了, 这个恶灵实在是太强大了, 女主眼看着就要被折磨致死, 在危急时刻, 女主的母亲主动将恶灵引到了自己的身上, 然后自杀了, 恶灵也就跟着魂飞魄散了, 故事的最后, 女主带着女儿和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, 女主要好好地静静笑道, 然而镜头转到了父亲的眼睛, 他的眼白变成了黑色, 这是被恶灵附体的标志, 故事到此结束, 反正美国恐怖电影的结尾老是这一套, 如果上映口碑好, 方便拍续集, 如果不好, 结尾就是一个画龙点睛, 让你自行想象吓下你而已, 好了,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,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,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,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,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 电影解说